我們12月底的時候去宜蘭玩這樣 因為我們就沒有什麼在排行程 然後就想說來看一下附近有什麼景點這樣 然後就滑一滑我就說 有一個地方叫蠶廚山欸 你要死你敢去嗎? 走啊 蠶廚山也不可能 你也只有敢啊 他說 他那個時候說他敢 OK啊 蠶廚山 然後我是說萬一蠶廚山 我們把車開上去 然後有兩隻很大隻 但是又有兩隻叫站著蠶廚這樣走過來這樣 敲車窗 這個開始是你說蠶廚山我敢嗎 我說我敢啊 我就說蠶廚山應該是因為 那邊某一個山頭有蠶廚的形狀 像龜山島一樣所以叫蠶廚山吧 不可能是整座山都是蠶廚吧 然後我說沒有喔 那上面會有兩個 蠶廚首位這樣敲車窗這樣 不好意思 請問你們是要進去嗎? 好像是有一點駝背 然後兩隻叫站著 然後說上哪這個木棍 不好意思啊 我們這裡蠶手蠶 請問是要上蠶手蠶嗎? 請問是要上蠶的嗎? 像我們這樣人頭雞費一個人吸武器塊 然後我說這樣你敢去嗎? 然後說敢 我說那萬一他把手打開這樣 有點黏液這樣 然後再把錢放在上面你可以嗎? 就連我都不太可以不舒服 我想說如果是兩條腿站著會講話的殘疏 好像我就沒那麼怕了 你可以 因為會驚奇大過恐懼 確定 對 如果他講話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這樣人頭雞費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樣又更驚奇了 你知道嗎? 看一看 蠶手蠶的所謂 講話跟鼻妹一樣耶 這樣是300塊 手伸進 手伸進那個車窗跟那個 中間的細縫這樣伸進 這樣你拿300出來 可以嗎? 我可以 可是我好像不敢拿錢給他 好像要你們拿 就是要放300塊在他的手上這樣 嗯 然後我們都 我們都教你拿 我們把300給你 那我就拿啊 那就拿啦 不然怎麼辦 然後拿完他那個 他就翻他的霹靂腰包這樣 然後300塊放進去之後 轉頭問你 要帶劇嗎? 哈哈哈哈 那我就說 泡杯 我就會 我就會說好 因為這樣我就不用再拿一張發票了 然後他那個掃瞄的地方是在嘴巴裡面 他這樣 彈出來一個 一個紅色點就刷這裡 刷這裡 刷這裡 可以嗎? 你幹 對準那一張 我好像不敢耶 我好像不敢了 我好像不敢了 好恐怖喔 哈哈哈 你就是說算是算一般發票 知分 我 我要拿一般發票了 哈哈哈 然後進去蠶廚山之後 裡面都是 兩隻腳站著的 蠶廚山的那個 村 村人 嗨 這樣一樣啊 這樣就是這個 驚奇大過恐懼 好像還是還好 然後他們還準備 蠶廚山的特殊料理跟你吃 你講這個台灣蠶廚山平常是每人來是不是 為什麼還要款待我啊 我不能消費嗎 哈哈哈 應該很少人 回去吧 很少人 你是少數有發現這個蠶廚山的村落的人 我們真的太幸運了這樣 蠶廚先進就對了 對 對 我們走在路上還會有 小妹妹蠶廚 綁著雙馬尾再吃 棒棒糖 但是那個棒棒糖看起來 有點像蟲 可以嗎 再啃一些 就是蟲的腳之類的 你可以 路上說我們停車的時候 那個蠶廚手會 幫我們倒車 來來來 再來 手還是打開 有那個撲這樣 來 來 再來再來 來 好 然後拍 拍車後面 聽我來拍 車子這樣 有黏黏的 黏黏的 後照鏡幫我收一下 可以嗎 可以嗎 要穿那個反光背心 來 來喔 來喔 來 誒 陳廚山感覺很讚耶 我好想去耶 你是說這個版本的還是一般版本的 這個版本的餐廚山 這個版本的餐廚山 這個版本我也願意去啊 如果他們是都這樣子的話 我就願意去啊 那你覺得餐廚山會招待什麼食物給你吃 我希望是一些流水涼麵之類的正常的東西 流水涼麵之類的 所有食物都會帶你 問你的那種類 或者就是一個複合式的餐點 然後排骨飯跟餅美式 這種超不大的組合 那我也可以 如果複雛山招待你的東西是 某一種羹湯 你敢喝嗎 雖然他 就是真的 然後肉羹湯 也有點黏黏的這樣 你敢喝嗎 廚房裡面 廚房裡面會有 廚房裡面會有 廚房裡面會有複雛在吐的聲音嗎 不會 但是他 他上來的時候就走過來這樣 來幫你上一下肉羹麵喔 這我們黏液之後 開玩笑的啦 怎麼可能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幫你上一下肉羹麵喔 這 這我們黏液桌子 可以看一下嗎 吐太多了 這個 好燙喔 好燙喔 老闆外面三碗肉跟湯 好 好 閃除了黏液不是在身上嗎 又不是吐出來的 感覺身上沒辦法刮那麼多 身上都刮下來做一碗湯 他會被 皮膚會被裂開啊 對啊 然後你要走的時候 那個去買紀念品這樣 然後他也這樣 你過來 你過來 看你有錢這樣 過來過來 這個寶貝也不要 吐出來一顆珍珠 買不買 吐出來一顆珍珠 我不買 對 他說價值連城喔 你真的不要 我說我要問他 那你要告訴我 哪裡價值連城啊 就真的 就是真的價值連城這樣 但是條件是 你要從他的舌頭上取下來這樣 那我拿到之後 我可以把黏液洗乾淨嗎 不行 你要回台北山 洗乾淨就變垃圾了 所以價值連城就是那個黏液 加上那個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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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能回 回台北自己調一個勾芡的 淋上去嗎 不行 用一般的水那個珠子就裂掉了 只有那個 殘除的口水黏液可以保護他 我要賣誰 好麻煩 賣給行家啊 那我要先問他這個我要賣給誰 那他就跟你說 你傻了 去台北自然會有人買這樣 我賣給你 你傻了 你傻了 你 他說要不是我們殘除山的人 不能離開殘除山 早就拿去台北賣了這樣 我不要 這個就算他不是從嘴巴而出來 他就算是從一個箱子裡面拿出來 一個很乾淨的珍珠 我也覺得他在騙我 我不要 就算是一個正常人拿給我的 我都覺得他在騙我 那萬一他真的 一臉就是尊絕不凡的一顆 黃金蛋 小小一顆 真的很小一顆這樣 這個臉又怎麼一臉尊絕不凡 好想看一臉尊絕不凡表情的殘除 我是說 我說那他帶你去看 你說那個蛋一臉尊絕不凡 那這樣那這樣他帶你去看 他這樣先生看你好像蠻有錢的 來來來你來 然後他把他手扶在你的背上這樣 帶你進去一個小房間裡 有一個小盒子打開 有一顆很小顆的 比雞蛋還小顆 但是看起來像黃金的這樣 然後就這個賣你 你要不要這樣 他還把門鎖起來了 他還把門鎖起來了 彈珠哥已經沒有關係了好不好 然後你不買他看起來有點快生氣了 他摸在你背上那個手的黏液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了這樣 已經不詐騙了已經直接勒索了是不是 舒先生 你現在是在反悔的意思嗎 這樣然後有點生氣了這樣 那怎麼辦 你那時候敢說不買嗎 我問他多少錢啊 兩萬 太貴了不要 電子音了啦 很生氣要把你吃掉這樣 很生氣要把你吃掉這樣 很生氣要把我吃掉 那我就跑啊 那這個彈珠珊就有問題了啊 這不是你說的那麼友善了嗎 說的也是齁 好吧那算了 那他就一顆賣你說250 一臉期待的看著你 求你把他買走這樣 那我可以買啊 但是回去之後發現 他是乾淨的精彈嗎 他有黏液嗎 有一點點 那可以洗掉嗎 就洗不掉 就是那種沾了很多油的盆子的那種感覺 怎麼那麼乾淨 我不能拿非洲把洗乾淨嗎 可以啦可以洗掉 那這個我買了要幹嘛 他會一直產生黏液 可以嗎 他是一個寶物 會自動產生黏液的寶物 你要這幹嘛啦 你可以拿去做焦水 我覺得你用不索的方式就要買啊 那怎麼辦那你想一個你想一個 我覺得你要用情勒的方式跟他買 就跟那個阿嬤的心意一樣 不是不是 我覺得你要用阿嬤的心意 那招他才會買 他沒有在care這個吧 他沒有在care青蛙的心情吧 蠶廚的心情 他在care阿嬤的心意啊 對啊 他連阿嬤都不care了 一隻屈屈的蠶廚 他有在care嗎 我是 就是那隻蠶廚 他是一個阿嬤這樣 一個很老的蠶廚 然後他拿一顆珠子給你 然後他說 這個是我留了很久的珠子 但是想要送給有緣人 你可以把他買下來嗎 你不想送啊 為什麼還要買的 對啊 阿嬤已經詐騙了吧 已經有緣人才可以買 那他這樣 你都不是進商店 你只是我們在逛一逛 然後你突然走進一陣霧裡面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小 看起來很小隻的蠶廚 村人坐在那邊 那這樣 先生先生 這個珠子可以許三個願望喔 你想買嗎 這可太騙了 這個是 我是說 我是說那我可以先自許一個嗎 不行 我哪 哈哈 你看你 又想騙我錢 好嚴苛喔 對青蛙的好感度大幅下降 本來就不高好不好 好難騙 你在蠶廚商買東西喔 好過分喔 這個人設不用是蠶廚 我也不會買好不好 好那如果 如果你在蠶廚商吃 然後很好吃 全部都很好吃 然後要走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你要不要買這個油 這個油炒出來的東西都很好吃喔 這是我們特製的蠶廚油 你當下會怎麼樣 嗯 不會買 我做菜很少用油 那你會想哭嗎 因為你這幾天吃的都是蠶廚油做的 好像還喔 還可以 等一下 我這幾天我在 我在那山上待那麼多天 哈哈哈哈 我不是 我只是去走一下的嗎 哈哈 我不是說 回台北路上去蠶廚山走一走而已嗎 說的也是喔 只吃了兩蠶 那個浮在那個 雞湯上面的油不是雞油 是蠶廚油 好像還好耶 反正煮熟啦 而且我沒有看到野原型的 喔 所以你也沒有多討厭蠶廚嗎 喔有 哈哈哈哈哈哈 那如果 那如果 那如果他跟你說 你吃的這些都是蠶 這些蠶廚湯都是 然後拿一個照片給你的時候 欸 就是這一隻 就是這隻身上的 哈哈 哈哈 你說那是他的原湯嗎 還是 還是有用他身上的調味 他的老油 哈哈 他原湯 他的原湯喔 可是如果真的很好吃的話 我好像也還好 而且 照這個蠶廚山的村民邏輯的話 那張照片應該也是一個 辛勤工作的蠶廚的照片吧 就是那個全臉看到的那個 小農侶的 超肥 超肥然後坐在山溫暖裡面 然後一直滴油的 哈哈 那好像也還好 如果是 如果是 這裡的蠶廚都這樣兩隻腳走路 然後會講話 那他給我看的照片 還是一隻 就是 一般沒有變成 沒有吃人人口食的蠶廚的話 好像會有點可怕 哈哈 那如果還是一個辛勤工作的人 只是取他身上的原湯 好像還好 所以這兩腳站直的蠶廚 你都沒有再怕了 如果兩腳站直 然後他在照片裡面比一個夜 然後抱著一碗湯 這樣子 好像還好 他拿這個比夜的照片給你看 然後說 欸 跟你講你上一餐吃的那個 那個田雞腿 就是這個 這個蠶廚人的 哈哈 哈哈 你吃田雞腿對嗎 這沒有必要拿食材的照片 給人家看說 殺了這個人嗎 對啊 太多分了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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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世界沒有王法欸 很想 很想 讓你在蠶廚山上留下一些 又快樂又痛苦的回憶 哎呀你繼續出啊 目前我都還好啊 目前就只有那個 小靖老師想詐騙我的啊 老阿嬤 我不喜歡而已 我說他們邀請你去蠶廚山上的溫泉泡澡 好 OK啊 想好久 但是是裸湯大眾浴池 所有的蠶廚都會在裡面泡澡這樣 你七個嗎 我不能不想泡澡喔 不行不行 他們招待你的 他們招待你的 招待的招待的 那小六跟八毛還有Ficker會在嗎 會 那就可以 為什麼我們在就可以 我沒有一個人在那邊泡澡啊 一邊泡會這樣 拿那個毛巾這樣 白放在頭上的毛巾 拿下來 擦身上的黏液 擦一擦之後又拿那個溫泉水洗一下 再放在頭上 那如果他們有一個習俗是 他們的泡湯一次只能有一個人類下去 然後你是第一個要下去的 我們幾個在旁邊陪你這樣子 你可以嗎 沒有啊這樣我OK啊 那你下去之後他要說騙你的 然後就帶我們去吃和牛了 然後就帶我們去吃和牛了 我們在你下水的時候 我們幾個突然就全部重置去 這樣可以嗎 那我就會跟著一起出去說 我也要吃和牛 好無聊 那好 那現在在這個浴池裡面 好現在這個溫泉 有你們幾個男生都有 也有各式各樣的殘廚泡在裡面這樣 然後有一個村長殘廚過來這樣 來 那個妹妹 你還幫客人馬殺雞這樣 然後就兩隻超大的手 在你背後這樣 咽你肩膀可以嗎 蛤 妹妹殘廚可以進南湯喔 他公共浴池啊 我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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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化好妝 還有梳好一個包包頭這樣 在你後面 那好像也不錯欸 馬殺雞可以嗎 他本身就已經是 油壓了欸 因為他有油 哈哈 黏液 有那個油 我好像 我好像說不用欸 可是他說 沒有關係哪 這樣 免費這樣帶這樣 不要客氣嘛 不要客氣嘛 可以感受到那個青蛙的那個 手指在你的手上 在你的肩膀上這樣 這個好像不行了 這個好像不行了 頭捏 這個好像沒賽了 不可以是不是 這個好像不行 這個 我在想像那個 這個殘廚的手 在我背上 好像不太行了 幫你那個 揉那個太陽穴 可以嗎 整個手 包覆在你頭上 那個 太陽穴 好恐怖 然後他說 我們還有這個柴兒的服務 你先躺著 然後就把他的舌頭 嘻嘻的伸到你耳朵 什麼聊天室的人 就是說 鳥屬不是愛人外嗎 幹你娘這不是人外 他們就是殘廚好不好 人外 他們都站起來 他沒有人外的元素 不是 他就是殘廚 他只有兩條腿站起來而已 他不是人外 人外是 要有人的元素 跟其他生物的元素好不好 有啊 他兩隻腳走路還會講人話 不行不行 他就是殘廚 不行 那他就很傷心哭著跑掉這樣 然後村長這樣 欸你害他傷心了 你去安慰他一下 這樣 你去嗎 不要 那個公屁事啊 你們自己內部的那個 公屁事啊 我是來消費的耶 我是客人 我有付錢耶 說得也是喔 哇 哇 我想不到還有什麼可以找 攻擊你 那他你又不怕殘廚 你不能去嗎 可是這麼大隻 還是很可怕吧 感覺他們戰鬥力很強耶 就是有點像 戰鬥蛙那樣差不多 對啊 他們踢我的時候腳會變大 可是 那你不要讓他們踢你啊 你剛剛惹他生氣了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不是 戴著墨鏡跳下來就直接踢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很帥啊 不是你看小的那個殘廚 那個舌頭這麼有力這麼快 如果他們是人的話 哇很強耶 那萬一有一隻很小 就是比較小孩的殘廚這樣 一直酷酷的 都不笑都不笑這樣 然後帶你們快要走的時候 走過來抓你這樣 請問你是溜攤嗎 就過來抓 我只是嚇人 下意識覺得是 要錢的泰國小孩 請問你是溜攤嗎 可以跟你合照一講嗎 這樣 可以啊 跟平常一樣 那可以 可以揉著你嗎 這樣 大家天 他就從他嘴巴拿出那個 一台沾滿黏液的相機 然後說 你可以幫我們自拍嗎 可以掌鏡嗎 給你拿嗎 如果他是觀眾的話就好辦啊 就說不要 那很黏耶 然後他哭咧 他哭咧 不要哭啦 他已經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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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眼睛這樣 纏出超大的眼睛 黑汪汪的看著你 然後你留一些你眼睛這樣子 他說不是 你自己拍那很黏喔 自己跟他吵起來 奇怪 又沒說不要拍就給你按美 你就舌頭纏著按就好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拍這樣 然後一邊哭這樣 嘻嘻 嘻嘻就彈這樣 不會啦不會啦 哎呀不要 然後他爸就變戰鬥娃 他爸變戰鬥娃走出來拿一根棍子 黃色的棍子 誰 誰害我兒子哭的 誰 他的手機啦 不關我的事 不敢承認 他手機壞了 然後他就走過來說 嗯 居然害我孩子哭了 那個 還以為六彈是一個很好的人 形象都破滅了 原來就是你啊 原來就是你啊 沒有你啊 媽的 原來就是你啊 誰屌你啊 好想去喔 我好想做夢夢到我去殘廚山玩喔 我好怕喔 我今天晚上做夢夢到我殘廚山 那個 這樣講都很好笑很好笑 但是在夢裡面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噩夢 那他們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那個拍照玩法這樣 就是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以前都會有那種 把頭放在鱷魚的嘴巴中間拍照的那種 或是在老虎的什麼 什麼頭中間拍照那種 他們說我們也有一個我們可以在殘廚的頭中間拍照 這樣 超大 就要你把頭放在中間 拍照你可以嗎 你要說我要拍一個我頭露出來的照片 什麼意思 我要拍一個我的頭可以露出來的照片 我不要把我頭藏起來 沒有啊 他是 他是側面啊 這樣子 然後你的頭是正面這樣 放在中間這樣 只是他們沒有喝起來 他是嘴巴張開了 他沒咬你 嗯 我咬 他說我們那個特色拍照啊 真的你不來拍一張坑克西亞這樣 所有的村民都在勸說你叫你拍這樣 我會說你們這裡的照片是可以流出去的嗎 可以可以可以 哦 不是先進嗎 不是先進嗎 不隨便拍耶 有人看到又不一定進得來對不對 我會說我不要我覺得有點噁 直接講 不是 就算他只是一個嘴巴很大的人 這樣你拍照我還是會說有點噁好不好 好想看喔 好想看喔 好想看你在那個情況下 然後拍照 好期待喔 如果能夠看到你去傳出山的那個圖片 沒有這個地方不要再妄想了 有的話才輪不到我們去的耶 全世界youtuber已經都去了 哈哈哈